在闭门苦修的过程中 段延庆的个性变得愈发偏执 他生平第一恨事还不是皇位被夺 而是残废之后不得不抛开本门正宗武功 改席旁门左道的邪术 一道全神贯主之时外幕入侵 进而心神荡漾难以自治 其二便是恨世道不公 让段氏庞系夺了本属于他的皇位 从此为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他开始不停作恶 武功大成之日 他的第一件事便是追杀仇敌 在两户境内将仇家满门杀得鸡犬不留 因手段过于残忍 收获了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骂名 然而横向对比书中的其他角色 段延庆的做法在当时的江湖中 其实谈不上多么出格 主角之一的肖峰 在巨贤庄仪也是杀红了眼 被杀的群雄中伸手易触 段之破堂的不在少数 不少丐帮救人如西长老也命丧其手 在把段正纯误认为大仇人之后 他甚至对阿朱说 我见到段正纯之前 我曾发誓要杀他全家 可是今天一见到他 他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也就不为难他的家人了 可见在天龙八部的世界观里 以酷略手段灭仇家满门这种事 对江湖人而言谈不上多大的罪状 君不见笑江湖里的于沧海 前脚为了给儿子报仇 收了福威镖局百多条人面 后脚却能在少林寺和方正大师 冲须道人站一块 对着人物我行 自诩正道 据我所知 不久前 清城派对福建福威镖局还大开杀戒 这清城派怪族徐沧海 大概也在场吧 方丈为何不将他留在少林寺送经理活 你鬼儿子防袭 细究起来 段延庆为二做过的坏事 一是在故事开头 用阴阳和欢散让段玉和穆婉青乱伦 以此达到报复大理段氏的目的 但他答应穆婉青的事 某种意义上还真的全部办到了 我是可能帮助你的鬼 能让段玉变成你的好丈夫 二是在故事末尾杀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岳老三 其实他本意并非要置对方于死地 只是位居于段玉获救之后 所施展的六脉神剑的威力 于是仪仗刺中了要害 看到岳老三倒地时的眼神 他在一瞬间竟闪过一丝悔恨和歉意 当然这悔意也是稍纵即逝 毕竟再多的内心描写 也不能改变角色行为的本质 真正让段延庆这个角色变得复杂立体的 是他面对仇敌以外的人采取的态度 真龙棋局一意 丁春秋以言语诱惑段延庆 身陷幻境 善良的虚竹助他破了魔杖 段延庆知恩图报 以赋予提点他破了真龙棋局 后来更是护了他一手 免遭丁春秋暗算 对手下他也很讲义气 西夏招亲 云中鹤为了救王语焉被带下悬崖 连带着把岳老三和段延庆都拖了下去 这么多人全靠段延庆 一根铁杖粘住树枝才没掉下去 如果只是为了自保 他大可以直接把兄弟丢下去了事 可段延庆始终没放手 故事最后 在曼陀山庄 段延庆得知当年白女子就是刀白凤之后 虽然还不清楚段誉是他的骨肉 却还是心软打算放弹儿子一条生路 后来得知段誉真是他的血脉 段延庆大喜之余 为了顾全震南王的颜面 依然选择以传音入密和段誉沟通 足见此人品格绝对不差 得知段誉不认他 虽然一瞬间恼羞成怒想杀了这个儿子 但随即看破红尘 甘愿被段誉杀死 段延庆真正的悲剧 可以用他在真龙棋局里的处境来总结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正也不是邪也不是 从尊贵的皇太子 一朝跌为丑陋低贱的残疾 他原本善良的个性 在偏执的复仇心理和世人的误解之下 逐渐扭曲变形 如果大众把一个人当成坏人去对待 那他最后真的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 在被贴上天下第一大恶人的标签后 段延庆便再也没有去分辨过 他忠实地履行着世人赋予他的身份职责 原本他应该落得和其他角色一样的悲剧下场 但金庸却在最后关头 借着刀白凤之口拯救了他的人生 段誉虽然万般不愿 却还是认下了他这个生负 对于一生都传沦于复仇漩涡的段延庆而言 这也是莫大的宽慰 他终究还是获得了天龙八部重角色中 为数不多的救赎 派宜 子 子 好